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十五美金 三月天 春雨如酒 流入眼 不愿牵你来相会 无愿对面受蓝天 十言绣的同传度 百年绣的共产面 若是千月年月有造化 百首同行在眼前 若是千月年月有造化 百首同行在眼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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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等我啦 哥 哥 我快跑步动了 你等等我嘛 哥 哥 我叫你不要跟来 你还来做什么 人家也想玩嘛 玩什么 我是要去学堂 你想胡忘了 谁不知道 你是要去抓区区 好好好 你不要跟娘说 不要说我没有到学堂 跑到这边来玩 我知道 我不会说的 哥 你带我去了 好 走 走 抓到了 抓到了 你看 好棒 不少了吧 蛮多的 我听听 好吵 好像在打架 可能是太急了吧 下次找一个粗一点的竹头 再粗一点啊 被娘发现 那就惨喽 我听听 不好 怎么啦 今天 狗妈又要迟到了 你赶快回去吧 还早嘛 什么还早啊 太阳都已经变色了 书上说啊 日出高三干 朱色赤黄 这表示啊 天色已经不早了 你赶快回去吧 免得娘担心 哥 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啊 当然喽 我哪像你啊 这么没心没脑 快走啦 嗯 把具具藏好 别给娘发现喽 要挨骂的 啊 还有 你不要跟娘说 我上学前还要到这里来玩哦 知道了 记得哦 进门的时候 把脚上的泥土拍干净再进去 他讲些事 准备哦 今日熟 信本善 信祥静 习相远 狗不叫 信乃迁 教之道 卫乙砖 西沫木 则灵处 子不学 副寺者 你又迟到了 还不快点进去 是 刁午子 明俱阳 今天我们继续上三字经 大家把书本拿出来 上一堂课 我们讲到哪儿了 我知道 你说 教到残土丝 风酿蜜 对 残土丝 风酿蜜 三字经儿我们快要讲完了 夫子 我们根本都还没有教到 残土丝 风酿蜜 那讲到哪儿了 我们讲到头悬梁 追刺骨 对 是讲到头悬梁 追刺骨 李世林 你怎么骗夫子 说是讲到残土丝 风酿蜜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三字经 我都会背了 一读再读 好聊 你这个说大话的小孩子 你说三字经 你都会背了 好好好 你背一遍给我听听 好 夫子 他根本就没有带书 怎么念 哎 你又没有带课本上学堂啊 哎呦 你藐视学堂 藐视课本 就等于藐视你父母的血汗钱 不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还要狡辩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学堂来读书 不带课本 你是不是藐视我这个夫子啊 没有 没有啦 我不带课本 是因为我都会背了 夫子他又在说大话了 我才没有说大话呢 好 既然你都会背了 那你就从头到尾背一遍 给夫子听一听 如果你错一句 我就打你一遍 哦 人知诸姓本帅 姓湘近 席湘远 狗不叫 姓乃迁 教之道 未已专 席孟母 则凌处 子不学 断姬柱 窦烟山 有一方 人已子今满盈 我教子为意今 情有功戏无益 借知在以勉力 夫子念完了 好好 借宿 我教主 他都没有 别有 你 我bert 还说 甚至 有 你 来来来 年年擦 年年脏 不如瘦起来的好 对 瘦起来也好 那两个孩子就常常问我 这话里的人到底是谁 我骗他们骗得都快没词了 每次他们问我 我回答的都不一样 不是早就提醒过你了吗 说法要一致啊 是啊 可是我记不住啊 尤其是说谎的词啊 最容易忘记了 这说谎难啊 远谎更难啊 更后患我平常又没有养成骗人的习惯 我怎么记得住啊 一句话都记不住 不是早跟你说好了吗 她是我死去的亲妹妹啊 是啊 你以为对付那古林金怪的娃儿 这一句话就打不掉了 我是跟她说啊 是你的亲妹子 在七年以前得了重病死掉了 可是她马上问我 得的是什么重病 怎么那么严重啊 我 我 我当时左想右想 就扬起你爹了 就是我岳父啊 她当年不是得了立即死的吗 我就骗她说是立即死的 哎 你猜她怎么的 她两个眼睛啊 都能跟牛铃似的 怎么 她不信啊 哎呀 她信了 可是啊 她一脸惋惜的样子啊 直摇头说 真可惜 真可惜 要是我早生几年啊 姨娘就不会死得那么冤枉了 哎 这话怎么说 我也这样问她呀 她说啊 立即啊 不是什么大病 有白头翁堂可以治 怎么会就这么样死了呢 小小年纪 怎么懂得这些医术呢 是啊 我也是这么问她耶 她说啊 这书房那么多的医书啊 她大半都读过了 嘿嘿 眼下之意啊 好像说我不读书 是一件汉事啊 尤其买那么多书啊 当百事 硬从书乡 更是不应该 她还以为那些书是你的呢 是吗 我就更不敢辩驳否认啊 要不然她又问我 不是我的是谁的 那不是自找麻烦了吗 她就不敢问我这些 哎呀 你管得严呢 她不敢问嘛 家里头总也有人扮黑脸嘛 要不然孩子啊 会无法无天的 是 其实啊 管得也不要太淫了嘛 哪个孩子不贪玩呢 其实两个孩子已经不错了呀 哎 你准备把这张画 收藏在什么地方啊 哎呀 这屋里头没地方摆啊 我看 我就拿到书房里去 锁在柜子里 好啊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别擦了 已经够干净了 哎 哎 帝妹真是个好女人 每次我看到这幅画 我就感慨万千 她怎么看都不像个妖啊 我就在想 是不是弄错了 我怎么看 她就像咱们的亲人呢 嗯 是隔七年了 每一次你提前这件事情都落泪 不要再苦自己了 事情已经变成这样 你再怎么不平 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我真是恨那法海 方伟之人 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把我们这原本 轻轻赖赖的一家人给拆散了 他这样做到底得到什么好处吗 七年了 我年年都擦这幅画 但是我的心疼的是甜甜事啊 她是个扫把心 咱们运气不好才碰上她的 咱们不是碰上她 是她盯上咱们的 你看 这幅画画得多美啊 若不是韩文把弟妹印在脑海里 刻在心窝里 怎么绘画得这么传实呢 是啊 弟妹现在在雷锋塔下 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了 一定不好过 竟过了这么多年 一定增加了不少的 凤爽 变方 无量法没修 誓愿度众生 纵愿成佛道 虚空有惊 我愿无穷 情愿无情 童愿种之 十方三世一切佛 重罪消灭 善根增长 若临命中 自知实至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亦不颠倒 如入禅定 我喜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欲义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天罗神 天罗神 地罗神 人离难 难离生 一切灾阳化为尘 annen darüber 漫画怎么过 发光 两句之声 呗 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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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 伤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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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 都还没起来呢 谁瞧见咱们了 哎呀 二伙儿吃一两次不要紧的 来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哎 记得啊 回去不能跟你娘说啊 这是咱们三个人的秘名 好 爹 你娘的画像喽 收起来了 收在哪 我也不知道 是你娘收的 大概在书房里啊 为什么要说起来呢 哦 怕把它弄脏了吧 不是说 画起来已经好多年了吗 是啊 哎 爹 姨娘为什么跟娘 长得不太像啊 他们两个差好多哎 哦 他们两个是因为 不是一个娘生的了 哦 原来如此 难怪娘 一直不喜欢人家问她这个问题 那是同一个爹吗 傻子 不是同一个娘 又不是同一个爹 那咱们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为什么要叫她姨娘啊 哦 哎 爹 姨爹 她长得怎么样啊 长得没亲目秀 很俊俏 哦 他还活着吗 哎 不知道 哎呀 好了好了 咱们还是不要吃荤的了 我们继续为他们积功德 哦 哦 汉文 世灵我帮你照顾得很好 她活不可爱 聪明灵灵 是问得她好人喜欢的 你要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不回来看她一眼呢 七年来 七年来 难道你一点都不想咱们吗 还是 你根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汉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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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五毒 贪臣吃乙满 你就中了 臣吃二毒 怎么误到呢 师父中了两毒 都能误到 我为什么不能 不过 吃毒 变成遗毒罢了 道宗 你低下头去 看看你脚下所穿的鞋 看出什么端倪来了吗 你脚下所穿的森鞋 有六个洞 那代表六法界 六正行 六波罗蜜 六根 六尘 六道轮回 以及六大烦恼 让你低头就是让你看破的意思 你知道吗 你 没 我 你 你们 不过 我 我 你 不过 你 你 你 二十行 那所穿的森鞋有六个洞 那代表六法界 六正形 六波罗蜜 六根 六尘 六道轮回 以及六大烦恼 让你低头就是让你看破的意思 你知道吗 这三圈 干什么 来抓我 抓到了 李世玲啊 假如你能把真根稻草丢到墙外的话 我就给你磕磕头 好啊 过去了啊 你作弊 我哪有啊 草已经过强了啊 而且你又没有需要不能带小石子 对啊 可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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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貌 遍 可疼 可疼 把语 齐 还有要孝顺父母 恭敬兄长 学习各种尝试 并且要了解基本的算术 及认识文字 才能够沿读古人的文章 很好 梁明明很聪明 很用功 你没有辜负夫子对你的期望 各位同学 今天讲到孝梯 夫子就讲一段孝梯的故事 给你们听好不好 好 从前在汉朝的时候 汉高祖的第四个儿子汉文帝 他在政治方面是一位非常英明的君主 可是也非常的孝顺 汉文帝在位23年 驾崩之后 当时的人就为他写了一首诗 来歌颂他的孝顺与其丰功伟绩 这首诗要怎么念 人孝问天下 唯为冠拜王 母后三载病 汤药必先尝 夫子 我认为他有点笨 你怎么说汉文帝笨 这个药是不能乱吃的 要是他万一因此 移民归西 这岂不是冤枉啊 况且他尝过一回 若是无误 何必再尝呢 假设是测温好了 用手就可以了 何必要尝呢 你 我这可是有根据 我不是瞎说的哦 药食虽然好 但是罪技乱服 汉文帝乱服药 这样子啊 有点慎不足取 所以我今天提出来 是要告诉各位同学 药是不能乱吃的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哦 你 还有 夫子上回说 王翔卧兵求礼 那很危险耶 不冻死也会冻窗啊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不能一样画葫芦 这真是妙论 快去看 犯罚啊 好了吗 我好累哦 我也是 让我要深一点 叠死他 哦 可是我没想要他死 哎 怎么 你怕了 你事情自以为了不起 上课不带出嘞 还老让咱们出酒呢 我们一定要好教训他一顿 不然 他以为我们很好欺负呢 快用力挖 这些小孩的戏眼 都那么坏啊 说的就是啊 个头才这么丁底儿大 轨迹就一箩筐 所以以后长大了还得了 咱们下去看看好不好 哎 等一下 来了 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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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不好 看上面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哎 我们要不要下去教训他 等一下 你忘了小心不能交代的 我们只要保护小主人就可以了 呦 你现在说的都是人话啊 嘿嘿嘿 那么晚了 你们为什么还不回去啊 小主管 你不管嘛 哎 李士林啊 你怎么不往这里走 往这走 也一样哦 哎 你家在这走这啊 为什么啊 因为 哎 哥 哦 因为你妹妹在叫你啊 啊 谢谢啊 啊 危险 不可能吧 嗯 你干嘛 哎 梁咪咪 你衣服怎么弄那么脏啊 拍拍啊 我正要问你呢 问我什么啊 要不是你啊 我也不会掉到树林里面的坑洞里面啊 嗯 哦 原来啊 是你想要害我 害人害己 却害到了你自己 老天有眼吧 我走过去就没有事 你走过去啊 就摔成了这个样子 嗯 谁不知道 你是妖怪的儿子 还有弦魔妖公 你胡说 我娘 说你娘 是条长蛇 镇上每个人都知道 我爹说你爹 是一头赖头龟啦 走比你好啊 很多人都知道的 走比你好啊 你这妖精的儿子 赖头龟 你 你 你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还要跟我打啊 死赖头龟 你这只妖精 赖头龟 你 不可以打我哥哥 不可以打我哥哥 不要打我哥哥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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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哥哥 加油 住手 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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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起来 起来 不要打了 好了 好了 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么完美的小孩子 走 我带你去见你父母去 父子 你错了 是他们打我哥哥 不是我哥哥打他们了 对啊 我明明看见他在打他嘛 我不管了 走 父子 不是我啊 李士林这孩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平常那个调皮捣蛋不要紧 现在居然动手打起同学来了 不是哥哥打他们 是他们打哥哥 没规矩 你要跟夫子再说话 拿小孩插嘴的份儿 夫子 士林跟同学打架的事一定是一场误会 就算是误会吧 可是他平常上课不带书 而且经常迟到 这也是不应该的呀 士林啊 你到学堂来读书啊 不就是学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吗 哎呀 也许是夫子没有把你教好啊 现在居然骂同学的父亲是什么赖头龟啊 士林 娘平常是怎么教你的 你怎么可以语无分寸口出浑言呢 是 是爹说的 你怎么这样教孩子 我 我 我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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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夫子啊 他本来就是个赖头龟嘛 Medic 他是王八五龟啊 这实际上谁不知道啊 姓梁这个老头子啊 拼着有几个臭钱 老是欺负邻居 师傅 师傅 骂得好 他就是个赖头龟 你们原来 原来怎么 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夫子 这上梁不正的是梁老头他们家 不是他们家 公府 好好好 算我没来 算我没来 告辞了 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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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好意思 世林这孩子就是这么顽皮 真是麻烦您了 这是下个月的树修 您先拿着吧 还早下个月再说吧 既然您来了嘛 就省得我再跑一趟 来就收下吧 别客气了 这世林老给你添麻烦 我真是过意不去呀 其实世林这孩子也挺聪明的 就是贪玩了点 是 如果能够收收心假以时日 将来一定会成大器的 是 谢谢夫子 看起来我好像是专程了拿钱似的 真不好意思 哪的话您别客气了 告辞了 不送了 慢走 慢走 谢谢 来来来 咱们到那边去 走 我家都会不会找到 回来 时林 跟我到屋里来 哦 跪下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 辛苦苦的栽培你为的又是什么 贪玩吃道打架骂人读圣贤书 你学到就是这些吗 娘 别叫我娘 不知道长进不学好 是我的错 是我没把你给教好 娘 人家默默的三千 要我拿你怎么样才好呢 小小年纪 就不知道学好 长大了还得了 我还指望你什么呢 娘 娘 你要查清楚 不是我的错 你 你还说 你还说 娘 真的不是我的错 你打错了 不是我的错 你还挺狠 你还挺狠狠 你还挺狠狠 别干什么 娘 真的不是哥哥的错吗 他们 他们骂您是条神 给个气不过 才跟他们打起来的 他们说 哥哥是舍亲的儿子 好了好了 起来起来起来啦 起来啦 你叫他起来呀 娘 是李 娘错了 娘 你没有错 是梁明明的错 打架尸就不谈了 上课的时候为什么迟到又不带课本呢 因为 因为 因为夫子教得太慢 我早就会了 真的 哥哥不但会了 还教我呢 是吧 我早就说过他聪明了 光是会背 不行啊 意思你懂吗 都懂啊 娘不信的话 可以考考我 不用了 我相信你 既然你读得快 以后就都读点 我看就这样吧 改名了 娘就给你一张表 以后我跟你爹 早晚轮轮陪你读 还有我 娘 学堂 还要不要去啊 当然要去啊 啦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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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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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四季四季上下 春秋三季上下范 转眼又过了 也实在 小小孩儿 快儿一正大 美情目üne修孤苦烦 翩翩文章 蚊桑雅中间 天父已平凭 那有其他 還是愛他嗎 怎麼回事 慘了 死了没有啊 从那么高的树上摔下来 肯定是没救了 天哪 我只不过是想吃纸烤小鸟而已 小兄弟 我不是存心要害你的 我只不过是想吃纸烤小鸟而已 对不起 对不起 这回该怎么办 报官同安 还是 溜了算了 不能溜 男子汉大丈夫 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样岂不让人笑话呢 笑话什么 谁看见了 反正啊 凶手是硕上的那只鸟 又不是我 我干嘛把责任 往自个儿身上懒 对 找个洞 把你给埋了 反正啊 神不知鬼不觉 对不起 不行 我不能做这种事 这比去坐牢 抛下殿南 乌尔凤雅 还有可恶 我 我 我以前最讨厌这种人 我怎么可以做出这种自己讨厌的事呢 这 你到底挖不挖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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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啊 你埋啊 你埋我 你是人是鬼啊 我现在还是人 等你埋了我就是鬼了 你要是真的埋了我 我就是做鬼也不会饶你的 你 你 你头这么高的树脑摔下来 你没死啊 我没死你很遗憾是不是 不不不 不 我 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样没有道德感的人 闯了祸拔腿就想逃 我 你到底呀 有没有良心啊 你没死 一点伤也没有 刚刚也给你打工作医了 赔过不是了 你害我怎么样 说对不起就没事 要是我死了呢 你没死啊 我没死 可是你想埋了我啊 我以为你死了 我今天呢真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哥 哥 我在这儿啊 怎么回事脏兮兮的呢 我刚从树上掉下来了 从树上掉下来了 我的天啊 这怎么回事啊 有没有摔伤啊 都是他了 你想害死我哥是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说对不起就没事了 如果我哥摔死你赔得起吗 对不起 对不起 算了算了算了 跟他说不通的 哥 你有没有伤到啊 没有 我命大死不了 怎么了 你还会在这里 这里 这里 干嘛 哎 奇怪 刚才我从树上叠下来的时候 这块地 明明是软的 你昏了头了 这个地怎么可能是软的 你看啊 硬邦邦的 可是刚才明明是软的 真奇怪 你找我有不干净的玩意儿 刚才有三个脏东西飞过来 你给我闭嘴 我只看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在这儿 在哪里 天在天边 近在眼前 我 对了 就是你 哥 我们回去了 你还等着我们吃饭呢 好 回去不要说我从树上掉下来 不然有的瘦了 知道了 你的事我什么时候说过来着 对不对 走吧 你阴魂不散的 跟着咱们干嘛 我要回家 回家 你不会走别条路啊 下山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啊 谁说的 哎呀 这条路又不是咱们的 你干嘛不让人家走啊 你是山贼啊 他差点把你给害死了 你还帮他说话 事情过了就算了 事情过了就算了 我们要回家 人家也要回家 哎呀 我就讨厌他跟在咱们后面嘛 哎 哎 哎 那么让他走在咱们前面 不要 我讨厌跟他走同一条路 嗯 这可麻烦了 哎 哎 我跟你说啊 我知道前面有一条小路 咱们超捷径回去 甩掉它 怎么样 哎呀 我看算了吧 你有几次带路是带对了的 等一下甩不掉人家 倒把自个儿给丢了 你一路在山林荒野里啊 回不了家啊 你这是信不过我 哎 那我来 讨厌鬼 你走前面啊 你才讨厌鬼咧 哎 你凶什么凶啊 哎 你凶什么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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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前面有一条小路 咱们超捷径回去 甩掉它 怎么样 哎呀 我看算了吧 你有几次带路是带对了的 等一下甩不掉人家 倒把自个儿给丢了 迷路在山林荒野里啊 回不了家 你就是信不过我 哎 让我来 讨厌鬼 你走前面啊 你才讨厌鬼呢 哎 你凶什么凶啊 他是我哥哥耶 你走不走啊 好 我走 看什么看 再看 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哎 奇怪了 他可听你的 他对我可凶的 对付凶的人啊 就是要比他更凶 气善怕恶 我告诉你说啊 这种人啊 你给他三分颜色 他就开始染房来了 哎 我真是想不通哎 你想不通的事情可多着呢 读书啊 读书啊你行 整人哪 你可差远喽 好好好 我们回去吧 哎 三爷 以后挑大奔 可不可以走别的路啊 冲死人了 这条路比较近 也比较好走一点 不然的话 我要绕好大一个弯啊 你贪近 可怕不可以冲死了 哦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哎 你行行好吧 下次别打这儿过了 三爷 这 这什么这儿啊 老子口说你不听 下回就对你不客气了 咱们快走吧 大块头来了 走 老山 爹 你到哪儿去了 去打练啊 今天啊 运气还真不错 嗯 晚上可有好吃的了 好好好 爹 您辛苦了 让我来吧 这给我 好 走吧 好 爹 刚才那两个家伙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呢 那为什么看到我就跑掉了呢 是不是欺负了你啊 没有 你不要在这儿下猜了 哼 那两个家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 整天啊只知道欺负梁家妇女 不关我们的事你就不要管了 如果他们惹到你 就干我的事啊 哼 我就刚好跟他们算个总账 打得他们也冒金星 你怎么老是想着打架呢 全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外头讨生活 不 凡事都要忍着点 你一天到晚在外面热誓生非 让我们一大把年纪了 还替你操心啊 哦 我去梳洗一下 要不然娘看到我这一身脏乎 一定会问的 小心啊 轻点 跟做贼似的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爬到树上去 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哪 要不要跟他们两个明说呢 说不说都可以啊 这话怎讲啊 说了也是一家人 不说还是一家人嘛 哎呀 你这不是废话吗 哎呀 好了你自己拿主意 好了我出去了 哎不成 你你得帮我拿个主意啊 哎呀你为什么把这些麻烦事 都丢给我一个人呢 你这爹是干什么的 什么事都不管 我管 我管 我管得着嘛 什么话都是你说了 替我拿个主意 替我拿个主意 哎呀我到现在 替你拿了一百多个主意了 这也不成 那也不成 我没办法了 因为你说的都是废话嘛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我挑命的说嘛 他们是夫妻嘛 是一家人 我瞒着他们嘛 他们是兄妹 他们也是一家人 你说的废话 他就是实话 一样的 差得远了 哎 你对我有成见怎么着 我说什么话你都反对 我不说了 哎你不能出去啊 你真是会折腾人哪 给你炒得到现在 我晚饭还没吃呢 我都困得受不了了 哎呀我真是比当餐还要累啊 你以为我轻松了啊 怎么办你说呀 奇怪 爹娘在谈什么啊 这么神神秘秘的 我看哪你真是庸人自扰啊 我看哪你真是庸人自扰啊 咱们现在这样不是好好的嘛 为什么偏要去跟他们说啊 你懂得个什么 碧莲跟士林 他们这种感情是兄妹之情 一点男女感情都没有 将来怎么成亲啊 成亲 哎呀等他们两个成了亲以后 就会有这种男女之情的吗 你这个脑子怎么一点弯都不会转呢 啊 万一在这段期间 其中有一个人爱上了别人 那如何是好啊 他们俩成天在一块 怎么会有机会爱上别人呢 哎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万一正有这样的事情 你说该怎么办 啊 这个 你说你说啊 怎么办 难道就活生生的 拆散了一对情侣 还是我们做父母的 解除这个婚约呢 哎那不成啊 这父母之命媒妇之言 这不是儿戏的啊 哎呀 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 什么父母之命媒妇之言 他们就以为他们是亲兄妹 兄有妻 妹有夫 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哎呀 我看士林不会是那种人 哎 也不一定是士林啊 搞不好是你 那宝贝女儿 已经爱上了别人呢 那怎么成啊 哎呀我挺喜欢 圣灵这孩子的 而且他们俩也挺登对的 要嫁也不能嫁个外人 要嫁个自己人 哎呀我去跟他说了 哎哎哎哎 不成不成啊 你不能去啊 你要是这一说 不就谢了底了吗 啊 不成啊 信林他一定会问 他生生父母是谁啊 你就跟他直说了嘛 直说 哦 跟他说他娘被押在雷锋塔下 他娘是个蛇精 哎 碧莲 碧莲 娘 过来 我刚才跟你爹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哎呀 哎呀 好了好了听到的正好 这也是天意啊 刚刚咱们两个人在那磨蹭了半天 都拿不定个主意啊 这老天爷正好替他们拿定主意了嘛 你几会说个风凉话 你给我滚出去 我滚我滚 我会 哎哎 轮到你了 你娘啊他真会折腾人哪 你还不走啊你 哎哎走走走 哎 过来不管你刚刚听到多少 你一定要左耳进右耳出 千万不要宣扬出去 知道吗 娘 士林哥他 哎呀这件事情更不能让士林知道 千万记住啊 为什么啊 还问为什么呢真傻 士林他要知道了 还有心情读书嘛 娘 士林哥他的亲娘 真的是一条蛇精啊 哎 哎 当我没问好了 哎呀 算了 我还是跟你直说了吧 士林他娘 的确是条蛇精 但是他是条好蛇精 好的不能再好的蛇精了 这世上 这世上 没有几个人能受得过他 原来 真的让梁明明给说对了 一顿 娘 但我没问好了 哎呀 算了 我还是跟你直说了吧 施灵她娘 的确是条蛇精 但是她是条好蛇精 好得不能再好的蛇精了 这世上 没有几个人能受得过她 原来 真的让梁明明给说对了 娘 来吃块山猪肉 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这块给你爹好了 我不要 我吃成了 宝山 你自个儿多吃点吧 好 每次宝山上山回来 咱们总是要好吃的 总比你挑那个大份好多了 这吃饭说这些干什么呢 你臭不臭啊 宝山啊 你老大不小了 你可有一种人啊 有了是不是啊 是哪家姑娘了 没有了 宝山还小呢 你操心啊也太早了一点 小 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 都已经嫁给你做媳妇了 还小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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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大婶那闺女怎么样 娘这算红花 哎 哎呦 哎呦 娘 红花是个十三点 娘怎么会提起她呢 哦 哎 娘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 哈哈 你娘啊 都快急得快发疯了 哎呦 哎呦 你以后少提红花了 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 我也不会娶她 红花也没那么差嘛 她不过就是开朗了些嘛 是我差 我配不上她 好吧 我又不喜欢这么开朗的人 哎 哎 娘啊也不知道你喜欢个什么样的 总之啊 我跟你爹就你这么个独生儿子 我们家里头虽然没什么钱 可是我也希望能够有个媳妇抱抱孙子 哎 家事好的 咱们高攀不上 家事差的 我们也没什么好挑的 哎 哎 依娘看呢 只要是身体健健康康的 能够吃苦耐劳 会生儿子就行了 那 那我取掉猪算了 哈哈 哈哈 你这孩子 哈哈 哎 碧莲娜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啊 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啊 没有 我我很好啊 嗯 怎么你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又好像发冷又好像发热 哎呀 哎呀 你是不是今儿个在后山着了凉了 嗯 后山 你们又到后山去了 啊 是你自己说溜嘴我可没说 嗯 嗯 以后不准再去了 哎呀去玩玩有什么关系吗 山林里多的是财狼虎豹 好 要是遇上了怎么办呢 平常遇上了不要紧 哥在树上 哎呀 树上 你又爬树了 娘哥你说过多少回了 嗯 那要做多危险呢 哎 哎 娘 我在树上读书啊 嗯 树下就不能读了啊 啊 树那么高 万一掉下怎么办啊 哎 掉不下来的啦 您不知道是你的本事大着呢 他能够像蝙蝠一样 倒倒着那念书呢 哈哈 你怎么知道 我教他的 你 哎 哎 娘 常言道虎腹无犬子 爹的武功这么好 我多少也遗传了一点吧 就算没有十分也有三分啊 您安心啦 啊 就是嘛 堂堂一个捕块头的儿子 会会爬树 他传出去啊 笑掉人家大牙的 嘿嘿嘿 世林啊 改天哪 咱们一块去去爬树啊 嗯 好啊 好什么好啊 你赶紧吃完饭 让世林背书给你听 嗯 给你一说 我一点食欲都没了 世林啊 嗯 今天交到哪儿了 哀公问证 吃完了饭 背给你爹听 嗯 好嘞 好嘞 你想害死我哥是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说对不起就没事了 如果我哥摔死了你呸得起吗 你给我闭嘴 我只看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在这儿 在哪里 在哪里 你对贴边 近在眼前 我 对了 就是你 自成名为之姓 自名成为之教 成则名以 名则成以 很好 你们哪位同学 来把这一段解释一下 梁明明 对不起 夫子 我问你 何谓自成名为之姓 自成名为之姓 自成名为之姓 听不到 大声一点 再大声一点 再大声 我都听见了 你往前看 夫子 何谓自成名为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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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问你 自成名为之姓 自成名为之姓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你都不懂 自成名为之姓 姓 我懂了 好 你倒是说说看 我叫梁明明 我姓梁 所以自成名为之姓的意思 就是自成名是一个人的姓 可是汉人没有这么长的姓 所以自成名一定不是汉人的姓 一定是蛮夷地区的姓氏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李世玲 你给他点教话 是 福子 梁明明 你听好啊 我只说一遍 自成名为之姓 就是说由至成而自然明白善道 这是属于天父的本性 自名成为之教 就是由明白善道而至于成 这是属于人为的教话 成则名以 名则成以 就是能成就能明白善道 能明白善道到头来就能成了 此章纸就是要说明天人合一的理念 免人要尽人道以求与天道相合 好 你坐下 李世玲说得很对 各位瞧 夫子一样的骄傲 但结果却有天渊之别 夫子尽心 同学们也得用心才行 梁明明 夫子 回去将这一段抄五十遍 名个带来给我检查 五十遍 是 是 夫子 真是一样迷 养百样人 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下课 来 喝酒 掌柜的 两个韭菜盒子 带走 客官 对不起 都已经卖完了 卖完了 那给我来碗素面吧 素面也没有了 那么有什么吃什么 没得挑了 小相公 什么都没了 全给这位相公给包了 梁明明 原来是你搞的鬼 怎么样 本公子高兴 爱找你了 那你是存心要跟我作对了 作对 谁跟谁作对了 本公子有的事情 有钱没出花 全部买下来喂狗 喂狗 什么喂狗 喂狗 不是说你们 梁明明 你别仗在家里有几个钱 就欺负人 你有本事你也全部包下来 这个小店 可被我全部包下来了 你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你也全部包下来 你也全部包下来 梁明明 原来是你搞的鬼 怎么样 本公子高兴 爱找你了 好 好 那你是存心要跟我作对了 作对 谁跟谁作对了 本公子有的事情 有钱没出花 全部买下来喂狗 喂狗 喂狗 什么喂狗 喂狗 不是说你们 你还没出花 良明明 你别仗在家里有几个钱 就欺负人 你有本事你也全部包下来 今儿个小店可被我全部包下来了 你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掌柜的 公子 给我轰出去 李相公,我看你还是请吧 我不走 就是没得吃 我也要在这儿坐着 既然你要仗势欺人 我就跟你杠上了 各位同学,你们看 夫子眼中一等一的高材生 原来是个无赖 梁明明 既然我在你的地盘上 岂敢闲着 今天这么多同学都在 我看不如这样了 我们就帮梁明明一个忙 替她把那五十遍功课抄完 要不然凭她自己一个人 不抄死才怪 李心灵 你太嚣张了 嚣张 这两个字恐怕你还不会写 叫我去拿 走 原来你早有计划的 有打手 你现在才知道 已经太晚了,给我揍 你敢动我一个寒毛 我就告诉夫子 别带夫子来压我 揍你一个有贵三天 我也高兴 拖出去给我打 走 你们光天花日之下动手打人 眼里有没有王马 男人钱财远以消灾 这是道上的规矩 小兄弟得罪了 走 你们眼中有没有一点点是非观念 为了一点银子 就把人格给出卖了 你少废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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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们两个住这儿为虐的家伙 我记住你们了 记住最好 我打了你 你就忘了 那还打你干什么 说的也是啊 无耻 他骂我们无耻 再骂 再骂我就多打你几拳 无耻 无耻 你别想跑 你找我打 怎么回事 有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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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暗的 原来你是半猪吃老虎 打 讨厌鬼 走 走 怎么样 没事吧 想不到你的功夫如此了得 四肢发达 怎么能跟你们读书人比 兄台 你太牵了 兄台 我不习惯你这种文周周的称呼了 你还是直接叫我的名字吧 那兄台贵姓大名 齐宝山 齐宝山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种反应 每个人乍听我的名字 都是像你这个样子 我的名字可是有来由的 改天再告诉你 讨厌鬼 讨厌鬼 你怎么又骂人 我不是骂你 我是骂刚刚那两个讨厌鬼 原来如此 刚刚那两个人还真讨厌 是 讨厌鬼 好吧 你只管骂你自己的 我要先走了 兄台 七宝山 宝山兄 成蒙相救 无以为报 请赏脸遗驾到设下小聚 趋去小室 何足可齿 难道你忘了吗 前两天我还差点害死你 现在只不过是一命还一命 谁也不欠谁了 好 我就是欣赏你有宫不拘的节操 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哥 你当真要跟这个讨厌鬼结拜 他不是讨厌鬼 他是我的结拜兄弟 以后不许你再这么说了 你看 一介五夫却长得由头粉面的 一看就知道是个表里不如一的人 那是你对他有成见 咱们俩在这咬耳朵把人家丢在一旁 才真的是没有风度呢 你还帮他说话 你有了兄弟妹妹跟媳妇都不要了 媳妇可以不要 可是妹妹是最宝贝的 你到底吃哪门子飞醋啊 她又不是女的 就算她是女的也比不上亲妹子啊 人家就讨厌她嘛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她 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她可爱了 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别在这蘑菇了 人家可要起疑心了 宝山 就这么决定了 你多大啊 我十七啊 十七 真巧 我们也是 那生辰呢 腊月十八 五十 十八 怎么 不该这个时候生啊 不是不是 巧得很 我们也是 真的啊 那咱们三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有缘 真是有缘 咱们是结拜定了 嗯 既然这么有缘 算我一份 啊 天意 好 来 真高兴今天多了个兄弟 哎 哎 别客气啊 嗯 他根本啊 他根本啊 就是不试字 哎 又嫌殃托别人麻烦 我娘生我的时候 他刚好在七宝山砍木柴 所以我就叫七宝山了 哈哈哈 真有趣 哎 我可是一直想改个名字 我为人挺严正的 可是 就是名字是个笑柄 嗯 我倒觉得啊 你名字挺严正的 人才是 笑柄 我可没说 哎 诗林是个读书人 哎 看能不能 帮我取个 什么字啊 号啊 什么的 哎 什么字啊 号啊的 都比不上宝山好 真的啊 狂你干什么 人如宝山 挖掘不尽 那就表示 你内在丰富 一肚子才学啊 嗯 我看啊 是一肚子坏水哦 哼 你们都说错了 才学没有 坏水啊 是一丁点儿 哦 哎 这里啊 最多的是草包 一肚子草包 哈哈哈 哎 诗林说好就好 为什么啊 诗林是个读书人啊 很有学问的啊 他说的话 会搓到哪去啊 嘿嘿 哎 其实啊 我觉得我爹啊 他才是个笑柄呢 哦 他怎么了 哎 我爹啊 他叫七三 他本来是叫七一二的 哎 后来有个林人说 一二 写起来是三 加起来也是三 那你干脆就叫七三 多省事啊 所以 我爹从此以后就叫七三了 哈哈 翻面一个三字 听起来还挺亲切的 哎 真的吗 嗯 哈哈 其实啊 叫什么都不重要 你就是不叫宝山 你还是你嘛 还能换成别人吗 你说是不是 嗯 这也对 真的没什么不同嘛 就是嘛 哎 我们早点回去跟晚点回去 其结果可是不同哦 哎呀 太阳落到山后去了 哎呀 赶紧走吧 再不回去又挨骂了 对啊 小二结账 哦 来了来了 一共五文钱 没关系 多了个兄弟高兴嘛 我请客 糟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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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们早点回去跟晚点回去 其结果可是不同哦 哎呀 太阳落到山后去了 赶紧走吧 再不回去又挨骂了 对啊 小二结账 来了来了 吃这一桌很贵 一共五文钱 没关系 多了个兄弟高兴嘛 我请客 彩音 这里风景不错 我没骗你吧 前面有人来了 他们来了 哪里 在那边呢 还不止一个呢 你瞧 宝山哥 入宝山岂能空手而回 你得给我个见面礼 回他个白眼 你忘了吗 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是送你个白眼 没关系 我不介意 你护着他 那我不是网座小人了吗 哥 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你还提 我说过了 我网座小人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笑得这么开心 我没兴趣 哎 彩音 你看前面那位少年 如何啊 很普通啊 嗯 咱们品味不同 你向来眼光也不高 哎呦 嗯 我要去逗逗他 哎 你喜欢我不喜欢 你就说我品味不高 莫名其妙 你老帮着他呀 你还说呢 哎呀 我没有啊 哎 怎么整他们啊 鬼打墙 让他们绕不出去 鬼打墙 他们缠在一块 你还是不能接近你的心上人啊 要你多嘴啊 我早就想到了 嗯 当然先把他们分开才成 怎么多了一条新路了 是啊 我也记得以前没有的啊 那走哪一条呢 我看我们走圆路吧 选择走丢了啊 不不不 我要走这条 哎 为什么啊 新鲜没走过呀 不行啦 太危险了 哎 人家路都开出来了 你还怕 你怕 那你们两个绕圆路回去吧 好啊 好啊 不 我要跟你在一块 那我就走这一条 哎 哎 脚步走得比我还快啊 哎 你们两个 哎 等等我啊 别愁 一定可以到家的 这座山哪 我们从小玩到大 还会迷路吗 就是啊 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路出去嘛 你们说对不对 哎 回答我啊 别灰心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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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怎么没有跟上来啊 哎 碧莲 碧莲 宝山 碧莲 哎呀 真的走丢了 哎呀 怎么跟着都会跟丢呢 哎 应该在这里等 还是我先走呢 嗯 就在这里等吧 哎 哎 真是 还好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要不然 真是把我急死了 嗯 怎么会两个人 奔到一块去了呢 你再怎么聪明啊 也没怎么行 嗯 得意了吧 放他们回去吧 才不能 我要认识他 哎 彩音 你去堵住后面那两个人 别让他们跟过来哦 彩音 快去啊 哥 哥 师麟 哥 到哪儿去了吗 师麟了 哥 师麟 哥 师麟 到哪里去了吗 师麟 哥 师麟 师麟 到哪儿去了 到哪儿去了吗 闭脸 干什么 我 说话就说话 干嘛吞吞吐吐的 没 没什么 哥 哥 你到哪去了吗 这急死人了 我刚刚本来就说 不要走这条路 他偏要走 现在可好了吧 人都走丢了 碧莱 你别慌嘛 不管多晚 我都会保护你的 我爹是个捕块头 我自己也有点拳脚功夫 虽然比不上你 但自卫是绰绰有余 我就是担心我哥 世林是个男孩子 不要紧的了 你懂什么 我就是担心他嘛 天都这么晚了 再来一会儿 我这晚就找不到路回去了 这可怎么办 不能回去 那就别回去 那怎么行 我从来没有彻夜不归过 我娘 我娘会急死的 不行不行 再晚也要找到路回去 天哪 这条路是蜘蛛开的 怎么那得跟蜘蛛网一样 我看我们还是别走路了 别走路 什么意思啊 难不成 我们在这练了翅膀 飞回去啊 当然不是啦 我想 这路 根本就是个迷魂阵嘛 绕来绕去 全都在兜圈子啊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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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大墙 鬼 你不要吓我 宝山哥 我们是不是真的遇到鬼啊 不会的 鬼怕我 你别慌 我送你回去啊 怎么还不来呀 难道真是迷路了 可能他们早回去了 我还是别等了 小姐 山路崎岖 你没有受伤吧 没 有 有 在哪里啊 一点小伤 不碍事的 没事就好了 来 谢谢公子 您这好心啊 你好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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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长相不是最重要的 内在美呢 才是最可贵的 你瞧 你瞧 富德 富荣 富功 都是把德放在最前面啊 小生父亲 请小姐包涵 你不要伤心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公 你知道回去的路怎么走吗 我 我知道了 可是 路已经不对了 我找得到路回去的 你看 落日的方向就是西边 按着这个方向找就找到了 你 你迷路了 我家就住在山里面 那我先走了 好聪明的人 也糟了 对不起 哦 小公 你知道回去的路怎么走吗 我知道了 可是路已经不对了 我找得到路回去的 你看 落日的方向就是西边 按着这个方向找就找到了 你迷路了 我家就住在山里面 那我先走了 好聪明的人 怎么了 苦了一张脸 彩音 去给我打水来 打水做什么 你别问了 打来就是了 吃不吃啊 啊 水来啦 哎哎 命娘 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你怎么了 蔡英 蔡英 你怎么了 是不是给人欺负了 一定是能白命出生 我找他算账 才不是呢 那到底是谁你说啊 是我 是我自个儿伤心难过爸 没事干嘛伤心啊 谁说没事的 蔡英 那到底是什么事 你倒是说清楚 你这样 哭得我好心慌啊 人家长得好丑啊 谁说你丑了 一点也不丑 你别天然胡说 是我自个儿常见的 不是张桃英喜的脸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不觉得你丑 我觉得挺好的嘛 你别再安慰我了 妹娘 为什么从前洗脸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要先照一照 不然 不然今天也不会出丑了 我就知道是她 奇怪 怎么还没有回来 应该早就到家了呀 你急什么嘛 他们从小在这长大的 那那会迷路不成啊 可是天黑了 就是天黑才会回来啊 他们不经常这样嘛 你要是紧张兮兮的 一个个都是跟你一样 就不怕人操心啊 操什么心啊 哎呀你呀 就是有夫妇会想 劳碌命 哎小孩小的时候嘛 操心小孩大了嘛 你也操心 从前没孩子的时候嘛 你呀烦恼 现在有了孩子了嘛 你呀还是烦恼 你这是啊 自个儿不给自个儿好日子过 弄得我也紧张兮兮的 这句话叫做 叫做什么来的 哎呀我忘记了 不讲了不讲了 哎呀怎么还不回来 他们在外面晃荡些什么呢 这当然是玩了 玩 有什么好玩的 啊 这个好玩可多着呢 哎呀我每一次要出去啊 总是急着要回家 你们哪 你没个像我 哎呀 哎呀 爹娘 哎你晓晓啊 这不是回来的吗 爹娘 吃饭了也没想到要回家 哎呀 回来就成了 别骂了 娘 你别生气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哎别说别说别说 我先猜猜看 哎 哎 是不是今天夫子夸奖你了 哎呀 啊 难不成你吃到金块了 哎呀 比这个还要高兴呢 娘 我今天哪 结了个兄弟 巧得很哪 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呢 连碧莲也说不可思议 直说是天意啊 哈哈哈哈 哎 碧莲呢 她怎么没跟你快回来啊 碧莲还没有回家啊 天越来越黑了 看来非得在这儿待一夜了 急什么嘛 待会儿就到家了 奇怪 世灵哥到底到哪儿去了嘛 你放心吧 世灵很聪明的 哼 再聪明的男人哪 也不能照顾自己 我娘说的 哎 你好像很关心你哥哥呀 那当然了 哎 那我也算是你哥哥啊 你忘记了吗 哎 我们刚刚才结拜过的 嗯 关系可差多了 我跟我哥啊 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我们的感情很好哎 嗯 也的确 一天呢 是抵不过数十年的 更何况 他是你亲哥哥 保山哥 我看 我们还是回去吧 要不然 爹男会担心的了 哎 放心吧 不用急了 没关系啦 哇 好美哦 啊 你看 那画上的诗文写得这么的悲伤 活像个记文一样 所以啊 他肯定是张遗像 一对恋人 女的死了 难得很伤心 所以就画下他的英容笑貌 椅子平掉咯 哇哦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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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哎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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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 千年等一回 我无悔啊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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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